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国可能会开始欧洲所预期的政治僵局 这里头有一个核心的名称 一直是一个大疑问 为什么我们为大家解释 这个人的名称是拜登的儿子 Hunter Biden 他为什么一直成为共和党 一直想要复仇 发传票 调查他的海外交易 为什么 2022美国其中选举的结果 牵动拜登是否跛脚之外 还牵涉到他个人是否竞选连任 首先拜登目前的民调49% 和川普的支持度一样 民主党的支持度则超过了拜登本人 拜登目前表示 他将延到明年初才做决定 而过去美国立任总统 若民调39%低于四成以下 不是连任失败 就是放弃竞选连任 例如詹森总统 其次 民主党掌控的众议院 过去两年全力冲刺调查 1月6号国会暴动事件 并且对川普开出传票 当共和党渴望赢得众议院 共和党领袖已经出了回马枪 列出拜登两大案件 一个是他在乌克兰战争中的决策过程 是否刻意隐瞒加入北约组织的危险性 给予乌克兰总统错误讯息和承诺 最终导致战争爆发 另一个是拜登的心头大患 他的儿子杭特拜登 是否借用父亲的权利 介入国际 包括俄罗斯 乌克兰之间的天然气买卖 赚取暴力 共和党议员已经表示 他们将向拜登及其家人 幕僚发出传票 必要时弹劾拜登 拜登对此的回应是 是否在练乌国际 和外公司交代的 所创业的家人 所创业的供业 法院是如何 公司结果的 フォル nun的出场 保安 迪聚会 为什么杭特拜登一直成为共和党攻击的目标 他不是川普女婿库许娜 在白宫拥有极高的权力 他也不像库许娜家族 在中国大张旗鼓地做房地产生意 向当地富豪兜售美国豪宅 共和党几年来 为什么一直紧咬着这个年幼及失去母亲 年纪轻轻又失去哥哥的杭特呢 针对杭特拜登的税务调查 始于他父亲仍在欧巴马政府担任副总统时 后来调查扩大到包括潜在的税务欺诈 洗钱和违反优税法 It began as an examination of whether he paid all the taxes he should have on income from his work for foreign companies including Burisma Holdings, a Ukrainian energy company This email from a former business partner, for example has made a Chinese energy company, according to an analysis by the Washington Post 另一个争议是杭特拜登是一家乌克兰天然气公司的董事 他自己也不否认 同时表示不后悔 川普总统任内希望乌克兰帮忙他展开调查 拜登及其儿子的角色 是否违法收受贿赂 根据路透社报道 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查获Burisma 试图向官员行贿500万美元 希望乌克兰政府结束对Burisma创始人挪用国有资金的调查 Burisma向中间人支付100万美元佣金 拜登之子杭特于2014年成为Burisma的董事 乌克兰前检察长查阅相关档案后 认为杭特并未参与犯罪 检察机关反贪腐调查负责人霍洛德尼斯基 也在记者会强调 杭特跟这起贿赂案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那是2020美国总统大选的前半年 当时乌克兰总统已经是泽伦斯基 乌克兰在此次战争前 因官员贪污及司法不公 在欧洲清联度排名倒数第三 形象不佳 但泽伦斯基及乌克兰检察机关 没有迎合时任美国总统川普 也算是拜登欠了犹太人出身的泽伦斯基一个人情 关键问题是 杭特这些事拜登知道吗 共和党当然不这么想 而且他们把重点放在杭特拜登和中国的关系上 穆斯基的公众 高盘总统 高盘是一条 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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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 一条 危机 公元 更多 four hundred times the amount of cobalt needed in a cell phone. Two thirds of the world's cobalt production comes from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do. Hunter Biden has been heavily involved in the 2016 sale of a cobalt mine i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to a company that is a Chinese company. He was very involved. The New York Times has reported on his level of involvement. so do you mean to tell me that joe biden who was then was a former vic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n candidate for the presidency of the united states now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had no idea that his son was engaged in the sale of a cobalt mine to a chinese company at the same time when the centerpiece of joe biden's energy policy is electric car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ore green technology i mean come on folks that is just crazy 通常父亲成为副总统总统儿子应该尽量避免海外交易 尤其是美国总统的儿子偏偏这些道德而非法律观念不在杭特心中 杭特拜登目前是否还拥有10%的渤海华美股份 也就是共和党众议员所指控协助中国企业从刚果民主共和国 拿下沽框的公司呢即使是自由派极力反对川普的纽约时报 独立调查报告结果都极不利于拜登儿子的形象 纽约时报报导拜登的儿子杭特是该投资公司的创始董事 这家渤海华美是杭特与另外两名美国人在2013年跟中国合作伙伴 共同创建正式名称是渤海华美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股东还包括了中国银行 2013年拜登是美国的副总统 当然是中共政府极力拉拢的对象 今年在其中大选前夕 亲川普的纽约邮报质问杭特此事 开ują车批 911 заяв whenever or by filing charges instead police Bros at the do? jay will make that call and there's no indication what they'll do aunt case filled with political land land freiki jean mail Had made clear the decision won't rest with him but the U. s attorney in delaware 川 appointment cnne週 reporting Consector she's saying they could be have enough to charge your sonputer for tax crimes and a false statement about a gun purchase 他可以繼續為榮 但美國人需要指導真相 他們才能知道 杭特拜登被共和黨追殺 真相是什麼 杭特的案件未來拉出來的 王子輩復仇劑 過程恐怕血淋淋 而答案可能很令人傷悲 賀恩